在用户请求登录的时候 如果验证身份失败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登录的页面上 去显示一个提示的信息 告诉用户哪里出了问题 注意在验证失败的时候 服务端那里面给我们返回的是 403这个状态码 然后在响应的Data这个属性里面 会有一个code 它表示的就是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比如说这个 JWT Auth Incorrect Password 意思就是用户输入的密码不对 下面我们可以先去修改一下 登录页面的视图 在它的最上面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view 上面加上top tips 再添加一个top tips warn 这个组件里面的东西 就是要显示的 出了提示的信息 在组件的上面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wxif 根据页面上的show message 这个数据 来决定是不是要显示 这个提示信息 它里面我们可以给它 绑定一个message 就是具体要显示的 那个提示的信息 在页面的数据这里面 我们可以先去添加一个show message 默认我们可以先让它 等于false 就是不显示那个提示的信息 再添加一个message 默认可以让它 等于一个空白的字符 然后在这个 请求登录成功的回调里面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响应里面的data 还有status code 拿出来去用一下 下面我们可以先去设置一下 要显示的提示的信息 可以先去判断一下 用一下data这个对象的has own property 去看一下data里面 是不是有code这个属性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去用一个switch data.code 再去设置一下这个code 在不同情况下 要做的不同的事情 如果这个code的值 等于方括号jwt invalidusername 意思就是无效的用户名 我们可以就用一下this的satdata 去设置一下message的值 把它设置成用户名不对 再去添加一个情况 如果code的值等于方括号jwt 可以想要先auth incorrectpassword 意思就是密码不对 我们去用一下this的satdata 去设置一下message 对应的值 我们可以设置成密码错了 再添加一个break 然后再设置一个默认的情况 同样我们可以用一下this的satdata 把页面上的message这个数据设置成 请检查用户名或密码 在下面我们可以再去用一个switch 判断一下statuscode 就是返回来的响应里面的那个状态码 如果这个状态码是403 意思就是验证身份的时候出了问题 我们可以就用一下this的satdata 去把showmessage设置成true 就是去显示那个提示的信息 下面我们可以再用一个settimeout 在3000也就是三秒钟以后 再用一下this的satdata 去把这个showmessage的值设置成false 就是把那个提示信息隐藏起来 我们可以再去添加一种情况 如果状态码是200的话 我们就去把这个响应里面的数据 输出到控制台上 还有一种默认的情况 可以把response输出到控制台上面 去检查一下 下面我们可以再去预览一下 先试一下不输入用户名还有密码 直接按一下这个登录 这样会显示一个 请检查用户名或者是密码 在三秒钟以后 会隐藏这个提示的信息 再试一下输入一个不正确的用户名 再输入一个密码 按一下登录 会显示这个用户名不对 再输入一个正确的用户名 还有一个错误的密码 再按一下登录 会提示密码不对 最后我们可以再试一下输入一个正确的用户名 还有正确的密码 这样都会在控制台上面输出响应里面的这个数据